听力第二部分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21题 第21题到22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个寒冷的冬夜 有位农夫在路边 看到一条快要冻死的蛇 善良的农夫觉得很可怜 就把蛇捡起来 放到自己的怀里 为它取暖 在农夫温暖的怀中 蛇渐渐醒了过来 农夫很高兴 问蛇好点了没有 没想到蛇的回答 是狠狠地咬了它一口 临死之前 农夫非常后悔 他终于明白 像毒蛇一样的恶人 是不应该去帮的 但是他明白的太晚了 21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 22 下列哪个词 最适合形容农夫的行为 23 男 你有微信吗 我们可以用它联系 很方便 女 有 不过 我不太会添加联系人 男 告诉我 你的微信号 我搜索一下 女 我听说 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你知道怎么用吗 问 男的 正在用手机 做什么 24 女 数码相片的尺寸 你会不会改 男 电脑上 有处理图片的软件 就能改 怎么了 女 我办签证 要把尺寸 改成报名登记表上 要求的大小 男 行 你发给我 我帮你处理一下 问 女的 让男的 帮忙 做什么 第二十二到二十六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男 您插上耳机听听声音听不清楚 如果也不清楚 那可能就是硬件的毛病 女 我试过了 情况是一样的 男 您这台电脑购买了多长时间了 女 一年不到 还没过保修期呢 男 一年之内 我们是可以上门服务的 您把电脑上的产品编号告诉我 另外 说一下 您的地址 我记一下 二十五 女的的电脑 可能是什么问题 二十六 男的 打算 怎么解决 电脑的问题 二十七 男 男 这两天又失眠了 你说 换个枕头 会不会好点 女 也许吧 睡前喝杯牛奶 可以改善 睡眠 你试试 男 昨晚夜里三点多醒了 想起单位那些 头疼的事 就再也没睡着 女 你要学会放松 别老胡思乱想 问 男的 为什么失眠 二十八 女 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 你怎么还用这种老式的功能手机呢 男 我这个电手机的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 你的不行吧 女 你太落后了 功能机有很多应用用不了 男 没关系 我只要能打电话 发短信 就够了 问 男的 为什么还用老式的功能手机 第二十九 到三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近年来 我国小学生的睡眠时间 持续减少 百分之八十的学生 睡眠时间 达不到每天十小时的国家标准 即使在周末 也有七成以上的学生 存在缺教状况 尽管 学校采取措施 推迟上学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孩子的睡眠时间 但是 许多 忘子成龙的家长 却因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 不断给孩子加压 使孩子的睡眠时间 不断挤占 在学习日 过多的课后作业 是抢占孩子 睡眠的主要因素 而周末 主要是过多的课外 补习班 与兴趣班 夺去了孩子的睡眠 缺教 不仅影响学习 还会导致肥胖 影响成长发育 研究发现 与每天睡眠 在十小时以上的孩子相比 长期睡眠不足十小时的孩子 变成胖堆的可能性 会增加 会增加3.5倍 因此 保证 小学生 每天十小时 的睡眠 是非常重要的 二十九 从文中可以知道 缺教 对小学生 有什么不良影响 三十 这段短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三十一 男 昨天 我整理东西 有个意外的收获 女 是吗 什么收获 男 我居然找到考上大学时 姑姑送我的那块手表了 我一直以为丢了呢 女 看起来你应该经常收拾一下房间 问 男的那块手表是谁送给他的 第三十二到三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女 你的相机看起来挺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重 男 你说的没错 但我喜欢摄影 这点难题 能克服 女 你这相机多少钱买的 男 加上镜头 一万五左右 女 我这个手机才四千多 也有拍照功能 效果 也不错 带着 多方便 男 手机 怎么能和相机比 太不专业了 三十二 关于男的 从对话中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三 女的对相机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三十四 男 要是经济上有困难 你尽管跟我说 女 你已经帮我出了不少力了 不能让你再出钱 男 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好了 等你赚回来了 再还我 女 我会 有办法的 问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十五 男 你怎么不吃啊 女 这个碗 有点脏 我叫服务员 换一个 男 你以为这是高档酒店啊 别穷 别穷讲究了 女 什么叫穷讲究 路边小馆也得干净啊 问 他们在哪吃饭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男 听说过孔子吗 女 当然 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男 那我再考考你 孔子是春秋末期 美国人 女 鲁国人 不过 他曾经带着弟子 周游列国十四年 因为当时 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欣赏 我想 他自己也没想到 他的思想和学说 对后世 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影响 男 还真 男不倒你 那最后一个问题 七十二贤人 是什么意思 女 相传 孔子有弟子三千人 其中 有七十二个 特别优秀 被后人称为 七十二贤人 三十六 孔子 是春秋末期 哪国人 三十七 关于孔子 下列 哪项 正确 第三十八 到三十九 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 对话 男 老师 朝三 暮四 是个成语 对吧 女 是的 成语 是汉语中 特有的一种 语言现象 男 成语 有什么特点呢 女 他们 有固定的结构 不能随便 改变 男 听说 很多成语 背后 都有故事 女 对 成语的意义 并不一定是 每个字 意思的 简单 相加 而是 一个整体 三十八 对话中 提到了 哪个成语 三十九 成语 不能随便 改变 说的是 它 哪方面的 特点 四十 女 新来的小姑娘 真是太不会干活了 男 你多教教她 慢慢就好了 女 我除了干自己的 还得帮她 那我多吃亏啊 挣一份钱 打两份功 男 哎呀 不是说 吃亏就是福吗 问 男的 在表达什么意思 四十一 男 这个办法似乎行不通 女 我们还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不行 男 以前 有另一个团队 用过这个办法 就没成功 女 那要不 你再宽限我两天 我 再想想 别的办法 女 问 女的是什么意思 四十二 女 我儿子 真是太调皮了 我都快受不了了 男 小孩子嘛 多少都有点淘气 女 有点 你是没见过她 不知道 男 那你下次把她带到办公室来 玩玩 问 他们最可能 是什么关系 四十三 女 你以前考试 都是前三名 这次成绩 怎么下滑的这么厉害 男 哎 我最近确实 不够用心 女 考前 没好好复习吗 男 昨天 熬夜看书了 但 已经来不及了 问 男的 为什么 成绩下滑 四十四 男 咱们把空调打开吧 女 空调太费电了 开个电风扇就行 男 天这么热 电扇不管用啊 女 有这么热吗 心静自然凉 问 问 女的 是什么意思 四十五 女 有人说 传统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根 你同意吗 男 我完全同意 丢掉传统的民族 是没有生命力的 女 那您 也同意我们 应该尽力 保护传统文化了 男 不是尽力 是一定要做到 问 关于传统文化 男的 有什么看法 听力考试 到此结束